這其實要弄一個黑龍旗 所以能夠黑龍旗的人 才能夠坐上這一桌裡頭 在那邊開這個足球 結果裡頭只有一個觀眾 那個觀眾是誰 那個觀眾就是侯友宜 其實都是大家負責皮球 大家負責皮球之後 吃完這頓飯之後 我吃乾抹鏡一抹微笑 今天菜色看起來還不錯 內心想的是什麼 還好沒有我的事情 反正我也不是黨主席 反正我也不是候選人 所以這頓飯吃完也就算了 所以李建宏說叫朱立倫去整合 對 就是他負責朱立倫不在 這叫缺席的審判 他說郭台銘 郭台銘你要負起這個 你要信所承諾 郭台銘也沒有在現場 然後呢 王金平他基本上他沒有答應 那基本上我是覺得真的 這個就暴露出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侯友宜的心態 他基本上就是你們可以幫我處理好就好 他就一副他出來吃飯 就是那個李金龍把我照好就好了 他真正候選人 他要去該面對的 剛剛瑞德哥提到 我認為他講了五個人 我認為只有兩個人 一個就是郭台銘 郭台銘他打了幾通電話 他說打了三通電話都沒接 他什麼時候打的 他後來還沒有做什麼動作 都沒有啊 第二個還有一個人 最重要是誰 就傅崑奇啊 傅崑奇能夠把牛鬼蛇層 全部摳在一起的是誰 當然是傅崑奇嘛 你去看郭台銘之所以能夠創造那個聲勢 從哪邊來 點線面而來 這個點哪裡來 桌點論 謝點鈴 紅雲點 點點點就成為線 線就變成一個面 面才會形成這個式 所以他現在郭台銘有這個行情 是這樣來的呢 各位不要忘記 郭台銘的行情 在之前他就透露過四月底 五月初的時候 他那個行情叫什麼 四角度的行情 那時候侯友宜是幾% 四角度是十九點五 郭台銘是多少 是十七點六 不到兩person 不到兩person 現在四角度的時候是侯友宜是十九點五 現在侯友宜三角度是幾% 剩十八趴 四十八趴 侯友宜 現在郭台銘聲望最高 如果他最近又公佈一個民調 四角度的民調出來 你看侯友宜會剩幾% 剩了蛋 剩了蛋 他就說我在公佈一個四角度的民調 我如果比你高的話 你真的剩了蛋 所以侯友宜還在那邊 那個當媽寶 侯友宜為什麼當媽寶 原因在哪裡 侯友宜是打破臺灣地方選舉制度以來 唯一用副市長的身份選上縣市首長的 那代表什麼 其他的人都是自己打天下的 侯友宜是坐享其成的繼承者 我當初就是副市長 然後坐上市長 市長後來又連任 現在就可以當市長 新北市市長 因為所有國民黨提名我最大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是坐穩了一個全臺灣最大的一個城市的一個市長 那將近統治四百萬人 現在真的挑戰來了 就只有這個問題 現在就是說他是不是真的能夠打天下 他是不是能夠真的打天下 他是一直拿順風旗起來的人 現在的逆風他就還是要靠別人 包括黨內的部分 靠朱立倫要排除所有障礙 現在他也是希望靠別人去整合郭台銘 你看那個馬英九講的那個風涼話 場面話郭台銘應該要信守 郭台銘何許人也 你就拿一個團結的大帽子 蓋在我頭上 我就要聽你的 那過程中 我這個首付被你怎麼修理的 被你怎麼修辱的 你要怎麼處理 你要好好講一講 還有人在放火 譬如說金門縣議長紅雲點 他就是挺郭嘛 你挺郭就挺郭 可是國民黨總會從中央開始 請他省政發言 然後到國民黨立委李德維說 若言論作為過於破壞黨紀 國民黨的考機會會有處理 你要怎樣 要開除金門縣議長紅雲點嗎